廖委員長 我想剛剛雖然擔任主席 聽幾位委員發言有時候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國防還是要跳脫 也不是說要跳脫政治 而不是說跟很多假設性的議題牽扯在一起 因為實際上 像南韓的軍艦的問題等等 好像幾位委員就希望說最好 反正反應過度跟不足都是挨罵 那實際上我是覺得 過去或許國防不很鬆散 但是我知道部長你是自軍嚴謹出名的 所以目前的作戰 包括你說提升戰備的狀況 應該還是比照過去吧 還是更嚴謹 我們現在的做法 所謂的做法是根據當前的狀況 我們現在反應要迅速 判斷要正確 是這樣子 因為在有一些委員的說法當中 讓我覺得說 過去他們更希望你們出狀況 最好兩岸打一打最好 對不對 那麼過去的如果說國防部有缺失的話 都一直在改進當中 那如果說過去都希望有這些細節 智慧末節的事情發生過國際當中 或者像類似南海之類的事情發生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全部都是草木皆兵 都沒有一些國防的戰略判斷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恐慌 所以我相信你們自己在自己的職位上 包括總統在總統的高位上 包括你們在國防部的這個位置上當中 他有他 你們都要你們的自己的思考模式 跟那個作戰的策略 包括整個的那個那個做法 而不是說 哎呀今天 假設應該 假設發生怎麼做 你們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的情況之下 很多假設性的問題 我真的不曉得 未來兩岸之間的緊張狀況提升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子 包括過去他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如果說類似發生這種情況 我們全部都叫他們說 造成兩岸之間的對立的話 會不會有更慘的後果也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為了兩千萬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安全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考量了 這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式 而不是職政跟在野當中 整個的做法看法跟說法通通不一樣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國防當中還是要跳脫一些政策 和政黨的意志 那今天我們主要是提到一些 國防智庫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以現有 就是在規劃當中 國防智庫的功能當中 現有的國防部的機制當中 有沒有有沒有這種功能了 向委員報告 我們原來在九十二年左右 我們原來成立一個有一個智庫 原來就有運作過 那後來因為這個組織的調整 那麼現在認為 這個國防智庫實在有它的必要性 那麼又要在 原來我們規劃要變成 當初規劃也是在國防部裡面嗎 在國防部裡面 是用我們現役人員來做 現役人員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們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希望走向一個財團法人 後來行政院認為 這個財團法是否可以考慮 用這個行政法人 所以我們現在朝行政院這個指導在做 所以希望我們這個智庫的成立 能夠更這個靈活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讓這個工作 能夠早一點準備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的整平市 以及國防大學相關的這些老師教官 我們先成立一個籌備處 一方面在行政工作 來推動這個行政法人的國防智庫 一方面國防智庫的一些功能性 我們也開拓準備人員的訓練 其實我們幾次 外交國防委會 以前國防委會也是一樣 跟國外之間 包括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或者其他國家 除了現役軍的 你們有一些副訪之外 交流之外 我們在國會外交當中 也去考察跟拜訪過 那我們也看到美國有很多智庫 他們的智庫更多 對不對 像我們比較常去訪問的 可能CSIS 或者是傳統基金會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金會 我是覺得說 他們都是用 用類似一個基金會的方式 來成立的 那我們的模式 我就擔心說 我們的模式如果還是局限在 現役軍人 或者是跳脫 然後未來吸納一些專家學者進來 那或者是 吸納一些退 就是退役的 一些那個高階將軍過來 或許成立起來的話 這種智庫 我們比較起來 行政法人跟他們基金會的 那個互動方式 有沒有什麼差異性 是有差異性 這個詳細請副部長給你做說明 好 楊副部長請 報告委員 您指教得非常的對 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防部的智庫 我們希望能夠發揮它的一個 這個專業性跟它的獨立性 希望有更寬廣的一些作為 跟它的一個針對性的作為 因此我們在法律的設計上 應該要相當的謹慎 給予它一個專業的一個功能 所以人員方面是比較寬廣一點 人員方面也很重要 組織的設計也很重要 不能夠把這個智庫 納得變成一個文官體系的一部分 原來的宗旨就是這樣子 那未來如果說這個智庫成立的話 國防部是以它智庫研究的方向 作為戰略思考的模式 還是僅供參考而已 國防部在這個智庫裡面 應該是基於這個法人的一個地位 它有一個政策上的指導 以及一個方向上原則上的指導 根據每年的任務需要 也進行監督 而且進行這一個智庫的 一個研究的方向的一個規劃 那麼在這個內容方面 由智庫的專業來執行 我擔心的就是未來國防部的 整個戰略思維模式 會不會以這些 而且這個未來的類似國防智庫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一個 那個方向跟主導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國防部 我們現在以國家的立場來講 國防部有它的戰略思維 因為兩岸關係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那個做法當中是以 主權獨立國家的方式 那我們擔心的就是可能 類似這樣子的智庫 還沒有取名字嘛 國防智庫的情況之下成立之後 因為有很多專家學者進來 很多兩岸關係變化之後 可能到最後的一個戰略思維 所以是不一樣的 就像剛剛有那個張顯陽委員提的 未來在軍事互信機制當中 可能又有一些差別 在交流當中 可能會改變到我們的戰略模式 或者是兩岸之間的 一些不一樣的看法的時候 會不會去主導國防的戰略 像委員報告 智庫不能夠主導國防戰略或國防政策 那如果說我們總統比較依賴智庫的一個模式 我簡單講啦齁 就是說 就像美國 剛剛也提了 美國比較期待兩岸之間是和平發展 那如果我們的智庫形成的一個方向 也是希望和平相處 和平發展的方向 研究報告當中 大部分都朝這個方向 包括兩岸以經濟為主 然後呢 過來就是政治 然後過來再次國防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研究的方向是比較和平發展的方向 那美國是這樣期待 那到時候中共如果說 也 如果在軍事 互相交 複信機制建立之後 互相交流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會不會 包括中共會邀請美國說 那我們都已經和平發展了 你根本不需要賣武器給中華民國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性 向委員報告 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因為智庫的功能 它僅做研究 使出政策建言 它不是做政策的決策 所以它必須要跟國家政策 跟我們國家的那個政府的一些作為配合 因為現在齁 其實你剛剛我們這個資料裡面提出來的 我們要成立國防戰略 解放軍研究 國防 國際安全跟合作交流等等這些 其實這些平常我們也在做 只是 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 民間團體有在交流 可能針對國防會比較少一點 現役的或者是我們國會當中 都有在做這方面研究跟交流 那這些交流是現役為主體嘛 那有些是礙於 礙於種種的情況 也不見得現役軍人可以去參與的 所以形成 我們是很肯定形成一個類似的 國防智庫出來 其實它擔心的是 未來兩岸之間的變化之後 萬一形成的國防智庫這些研究方向 包括一直在做兩岸交流之後 大家會鬆懈的 兩岸都和平發展了 是不是來簽訂了和平協議 或者是兩岸之間已經慢慢在互相交流 甚至於軍人或者是國軍 我們軍方兩岸之間 軍人都互相交流的情況之下 認為說鬆懈了 包括我們新防都會被攻破 那這種情況 就像我剛剛提到最後的武器 都覺得說不用賣了嘛 那包括國內現在為了採購武器 也有不同的聲音 認為說浪費很多國家的公盤 那也沒有那個必要 那行程變成這個智庫的研究方向 會不會衝擊到未來我們的戰略 這方面請你放心 不會這方面的發展 你所謂不會是 完全不會 因為智庫的主要的任務是 保障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以及維護台海的這個安定 以及我們自我防衛 我們擔心的衝擊萬億 原來在秦城的那個智庫的美意是OK的 但是如果不同的意見都弄出來的時候 那相對的兩岸經濟發展 和平發展 互相交流之後 大家覺得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然後接著 中共就要要求美國不賣武器給我們 向委員報告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方向的一個發展 跟它的一個一個一個 因為上個應該是禮拜一嘛 丁守東委員來 你也很強調整個 我們在國防部的建構當中是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要有我們的 strength存在 是的 不然的話 如果因為智庫形成的研究模式 會主導到我們的國防戰略 或者是影響到民心 當我們新防被攻破的時候 我們擔心 委員的顧慮我們不會做 我們基本都沒有一些武力的話 你根本沒有談判的一個功能 您的顧慮我們不會去朝這方面發展 所以我們很期待國防智庫的成立 然後不管它以後取什麼名字 但是行政法人當中 該注意的我們都會注意 但是功能性的強化 我們希望有不同的 包括交流面 或者不同的研究方向 但是呢 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就是 不能讓整個我們的力量 談判的力量 談判的籌碼通通沒有了 我想 這個 這個就是 違背了我們國防智庫成立的目的 委員的指教很對 謝謝委員